5月23号由成都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牵头 联合多个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 组织开展了以打击生活美容机构 擅自开展微整形为重点的专项整治行动 23号上午 执法人员随机来到位于成都市区一商场内的 一家生活美容机构 多名执法人员向店内工作人员谅证 并表明来意后 检查了店内使用的设备和美容产品 并查阅了相关证照和服务资料 对于执法人员的询问 店内工作人员闪烁其词 经过执法人员的仔细核查 还是在店内发现一些疑似医疗美容的痕迹 在对现场进行核查的时候 我们搜集到一份现场的顾客个人资料手册 在这个手册上面我们看到一些 护理流程的一些描述 我们认为光子嫩妇和红南光 是咱们医疗美容皮肤科长的一些手法或者手段 这些项目应该在咱们正规的医美机构 由咱们取得资质的医美医生来对我们的求美者进行相关的处置 生活美容机构 他是完全没有这个资质来开展相用的一些工作 在同一商场内的另外一家生活美容机构内 执法人员发现了疑似用于医疗美容的机器设备 同时还在仓库内发现未开封的针头和外用麻药等医疗器械和药品 在店内显眼处还摆放有各种协会机构等颁发的资质认证和技能证书 执法人员表示求美者要擦亮眼睛 不要被五花八门的证书所迷惑 对咱们正规的医美医师的话 首先我们要关注他有没有取得我们对应科目的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职业证书 另外我们还要关注他的工作连线和培训经历 只要这些真正证照资质和工作连线以及培训的要求符合国家的规定 其他的话没有太多的借鉴意义 在一家专业医美机构 执法人员对机构证照 从业人员资格证等情况进行核查 并未发现违法违规情况 但在管理和流程等方面还存有一些问题 他有一个美容指定医师 备案在这个地点 但是目前没有看到他的一个备案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资料 还有一个在检查定例过程中 发现他跟第三方合作 有一个检验的报告规范 报告的格式不符合国家的要求 对本次行动发现的涉嫌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机构和人员 有关部门将进一步调查核实并依法依规处理 执法人员呼吁广大的求美者 选择医美要到正规专业机构才安全 生活美容和意料美容它是有严格的分学领 借这个机会向我们的广大的求美者也做一个提醒 选择医美的话 我们要到正规的医美机构接受相关的服务 切不要为了贪图方便便宜 选择我们的生活美容机构来做 生活美容机构它是完全没有这个资质和能力来做这件工作的 切莫让美容变成毁容 感谢观看